太傻天书第二章第四节 分离的世界 太傻说 好了 总算你算是不再相信你的大脑有认知能力了 而你一直所说的怀疑的本质 其实也就是 你的大脑在预设体义的监狱下 对外在新事物的抵抗 你对所有将要突破你监狱的事物 都会产生怀疑 这是无以例外的 但是太傻天书却要教导你一个终极的怀疑 怀疑自己的大脑 只有这个怀疑才能突破你大脑的监狱 这个怀疑也是太傻时日谈里面说的怀疑 怀疑不是怀疑一切 而是对究竟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真实与虚幻的根本的判断方式的反思 我们现在进一步深入看一看 你大脑里面那些预设体系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很清楚 只要你稍微分析一下 就会看到那些预设体系 都是基于各种对好坏对错 大小多少分离的价值判断体系 如果没有那些分离的判断 大脑的预设体系是无法存在的 因此 所有的预设体系的本质 都是基于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我们从一开始第一次谈话去说 基于分离的思维模式 不是你所说的小小矛盾的问题 而是一切矛盾 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我们首先清晰地定义一下分离 所有关于事物区别的带有情感的认知 都是分离的认知 好坏对错 多少大小有无 光明于黑暗 善良于邪恶等等等等 这个世界是在分离下运作的 分离是无处不在的 而这个世界也一直不断地强化和加固着 这些对于分离观念的概念 Jim 试着想一想 你哪一刻不是在好坏 对错多少大小 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思考的呢 这个世界哪一刻不是在教导你 这个更好 那个更美 这个更需要 那个更会伤害你 这个你要小心 那个会对你更好 等等等等 Jim说 好像是真的呢 广告电影故事 确实时时刻刻都在说这些事情 更不用说那些冲突 矛盾和竞争了 但是没有分离 世界怎么运作呢 难道我们都不需要发展科技 不推进教育 不争取更好的生活吗 太傻说 别着急 我们不会一下子 到了没有分离世界 如何运作的结论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这个世界是怎样深入地被分离控制 否则你以后也会轻易地解决一个分离 又进入一个新的分离 记住 分离是大脑病毒的养料 你只有彻底地清除分离 才能清除你大脑的病毒 你不再相信大脑有认知能力 理解大脑只是一个接收和投射的工具 你能看到这个世界和你大脑思维本质都是分离 你能够理解大脑很可能从头就错 是很厉害 这已经是很好的基础了 对外在现实的真实规律的认知 是你真实真正分辨虚幻和真实的基础 如果你一直相信大脑有认知能力 也相信预设的体系没有问题 你是不可能完全突破这个分离世界的幻觉的 就好像刚开始谈话的时候 你Jim 你一直坚定地相信大脑有判断真实和虚幻的能力 但是实际的现实过程 你的大脑只是在根据已有的分离的观念 在选择性的相信和选择性的行动 并不是理性的过程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大脑的所有的预设观念 都是关于分离的观念 大脑不可能认识任何不分离的事物的特性 我们可以更深入观察你的生活 你会看到 你虽然对红绿灯的区别没有什么情感 对煽热高矮没有什么倾向 但是每个人毫无疑问都充满了各种各样 对差别和不同的依赖和情绪的判断 但是只要是差别就是幻觉 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对差别的幻觉和追求和这种自找的麻烦 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随手举出无数个这样的例子 吉姆说 无处不在吗 那你就以面前这瓶水来举例子吧 行啊 太傻说 就以这瓶水随处可见的水来说吧 你看这瓶矿泉水上写的 矿物质水多一点 好一点 这就是分离 本质上水就是水 为什么需要多一点矿物质就会好呢 本来一瓶纯净水需要五毛钱 但是所谓的多一点好一点以后 就可以多卖50%的价格 这多一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吉姆说 可是科学研究说 水中添加矿物质确实有益健康 这没有什么错呀 太傻说 我并没有判断对错 只是指出一个事实 这个世界是依赖分离运作的 大众思维就是喜欢多不喜欢少 喜欢你说的健康 喜欢你说的疾病 不喜欢你说的疾病 喜欢对自己有用的 不喜欢对自己有害的 觉得连简单的一瓶水 都要多一点就会好一点 类似的 长得美一点就好一点 学历高一点就好一点 收入多一点就好一点 房子贵一点就好一点 社会公正一点就会好一点 这些思维模式 都是在现实的差别上 附加了情绪和价值判断的 思维体系 而我们分析的核心 并不是差别不存在 确实有这种水 比另外一种 收多一点什么 或者少一点什么 但是这真的会像你说的 好一点或者坏一点吗 吉姆说 应该没有很大问题吧 虽然我理解 不是高学历就一定有知识 也不一定长得美 就一定适合你的朋友 但是这个体系普遍还是有效的 从分析数据统计来说 确实学历高 素质就高啊 而水里面多加一些矿物质 确实对身体有好处的 这些都是经过科学证明的 太傻说 我们还是从这瓶水来说 首先是因为你的大脑 被世界的惯用这种思维模式 洗脑后 真的认为多一些就会好一些 所以你确实会在 面对两瓶水的时候 选择多一些东西的那瓶水 水的生产机构 也会因此而设计那种多余的水 即使你不在水的问题上选择 你肯定会在很多其他问题上 美丑啊 贵贫困贫富等等问题上 有自己的倾向 而这个世界也是在依赖这种倾向运作 并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 最后这些倾向 整体看来是如此的真实 但是如果一个事情是真实的 就不会有矛盾 也可以经得起任何的挑战 人也不会遇到任何困惑 好像这瓶矿泉水 确实多一点 但是你知道 有很多人拒绝和添加矿物质的水 认为那有害身体 永远只喝天然水 或纯净蒸馏水 这个多一点如果是真实的好 为何又会被认为不好呢 吉姆说 好吧 确实有种说法说 矿物质添加不自然 是工业原料的添加 其中可能带有很多附加的工业 有害物质之类的 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瓶水不会是世界的毁灭者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和喜好的权利 泰莎说 确实你可以选择 但是泰莎天书说 一旦你开始选择 你就再给自己构建一个牢笼 在这瓶水上 你就可以看见 人类无处不在的矛盾和争论 小到一个小小忧虑和判断 大到一场可以毁灭地球的战争 难道不都是来自于分离 然后判断好坏的思维模式吗 既然你很想知道希特勒 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坏人 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坏吧 虽然你不会在意水里面 有没有多一点的东西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人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精英 而犹太人是世界的垃圾呢 这种给人分级的模式 和你在水里多加一点 就是好的模式 真的有区别吗 同样的问题 在黑人白人和黄种人之间 你觉得 到底是人的肤色上的色素 哪一种成分多一点 会更高级更好呢 吉姆说 我承认 种族主义是很大的偏见 和世界矛盾的起源 人和人确实不应该有肤色和种族 来进行判断 这个问题世界已经认识到了 并一直在解决 这确实是分离的思维模式的恶果 可是我并不能说 分离造成所有的问题吧 一瓶水多一点健康元素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泰莎说 如果没有问题 怎么会出现争论和选择的问题呢 记住泰莎天书中说的 合一中无需选择 一旦选择 必然分离 并因为分离而矛盾 所有矛盾的本质 就是人们大脑追求 不同的基础的思维方式 你也许会觉得 这个世界已经摆脱了种族主义者了 其实我看到的是 种族主义的核心思维模式 根本没有转变 这不是少数所谓的 极端分子的事情 而是每个人大脑的 思维模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警觉它 清楚它 它必然在未来操纵你的生活 例如我们看看 中国小学课本 都会毫无疑问的这样写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公认的 全世界最智慧和聪明的民族 我们深入分析一下这句话 你也许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反思一下 请问哪个民族是渺小的民族 没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哪个民族公认 是世界上最愚蠢 最傻的民族呢 你看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反义词练习 每一个看似一点问题没有的 分离的思维就会漏洞百出 静姆说 我无话可说了 这种教育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泰莎说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 大脑病毒是多么的喜爱分离 并认为分离是所有的快乐 和美好体验的来源 很多人在读到小学课本的 这种分离的描述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美好 但是 这种美好背后 难道不是种族主义的根源吗 当年德国 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 难道不是 自己的民族 比其他种族更智慧 理所当然应当统治世界吗 当然 当你买到了一条漂亮的领带的时候 当你换了一个更时尚的皮包的时候 当你用上一个更高级的手机的时候 在各种各样你感觉到美好感觉的时候 其实你都在进入分离 而这种分离 无一不是你未来困惑和矛盾的根源 你很快就会看到别人有更高级的房子 更高级的车子 更高级的文凭 更强的背景 更广的人脉 你在进入一些分离的快感的时候 也会一样的进入其他的分离的恐惧中 而这些无所不在的分离 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 你仔细观察你周围的人 和你自己生活中经历的那些痛苦 哪一个不是由于首先追逐分离 然后要么得不到而一直期待 要么得到了又怕失去而一直恐惧造成的呢 但是你反思一下这些矛盾起源的分离 那些分离真的有意义吗 当你曾经为学历而迷茫的时候 你所追求的学历真的有你想象的那种意义吗 吉姆说 我承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追求财富 学历之类的都是幻觉 而且这种幻觉确实可以制造悲剧和战争 那些认为一个国家群体机构 比另外一个国家群体机构 优秀的思考方式肯定是有害的 也确实是世界矛盾和战争的根源 但是我还是觉得追求健康食品 并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 你不能因为有国家主义 而不让在水里添加健康元素吧 泰莎说 我并没有说追求你所说的健康食品 或者添加元素错了 只是指出所有的分离的追逐 都是在幻觉中自造麻烦 然后造就了你所有的痛苦 我们既然说所有的痛苦 其实都来自于分离 当然也包括你谈到了健康食品的领域 或者任何一个其他领域 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疾病是什么吗 它们就是由于你说的 健康食品思维模式造成的 吉姆说 你说癌症吗 它们怎么会由健康食品造成的呢 泰莎说 癌症的本质的起因 是人内在的矛盾和愤怒 虽然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但并不是统计学上最普遍的问题 现代人类最大的疾病是肥胖 癌症比起来只是小问题 你知道这个世界每年要花多少钱 治疗肥胖问题 比起癌症上的费用要多多少倍吗 而这个世界你觉得 为什么会有肥胖问题呢 吉姆说 因为吃的太多了呗 不加控制的饮食 加上不锻炼自然会胖 这个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疾病 几乎一半人都有吧 泰莎说 问题不是在吃太多 而是人们在相信 吃多一点会更好 只要加了健康元素 就是好东西 这个世界将脂肪认为恶魔 却将糖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还认为各种微量元素 有益物质都会对人好 于是 这个里面要添加一些糖 那个里面要添加一些微生素 这个里面要添加上 纤维素 矿物质 似乎什么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于是人们每天要喝十六支 明天又觉得起西红柿 抗氧化 过几天又觉得花青素更加美容 一个人在每一次吃饭都在琢磨 吃什么更好 更营养 更健康 更划算 更经济 你可以在每一个食品上看到 这样的多一点就好一点的思维模式 但是和所有的思维分离一样 都是被反复洗脑后 某种完全中毒的 几乎可以算心理疾病的心理变态 当然 没有人会承认 喝水要加矿物质是心理变态 但是这确实是事实 对分离执着的最终结果 都会导致分心理的变态 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因为多一点就好一点了吗 一百年前食品工业没有发展以前 这个世界肯定比现在健康的多吧 如果你认为人的大脑对健康食品的思维方法总是要多一点没问题 你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普遍的肥胖问题呢 你想想 就连一瓶水都要多一点 这个世界不变成一个大胖子吗 如果一个人似乎墨西哥的一个土著居民一辈子就只吃玉米和一些水果肉类 他从来没有补充过任何健康元素 他的健康真的比现代人差吗 其实你完全知道答案 土著居民患病和肥胖的几率比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人都少很多 既然如此明明不用多一点不会有任何问题 多一点反而会问题重重 这难道不是分离的追逐只会自找麻烦并造就痛苦的现实展示吗 由于一些心理原因而不断给自己找麻烦还自我陶醉 这不是心理变态是什么呢 注意 心理变态不是指少数极端的人 而是指几乎所有在分离幻觉中陶醉的人 当你看每一个人不是在琢磨吃这个 就是在琢磨买那个 不是在琢磨这个好 就是在琢磨那个坏的时候 难道这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变态吗 好吧 金木说 在食品问题上人类是够变态的 分离的追逐确实造就痛苦 我自己其实有更深刻的感受 我虽然觉得我在吃东西上没有什么心理变态 不过似乎也不小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变态是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诸如汽车 手机 笔记本呢 我一直在买车的问题上纠结 比较了一辆又一辆 花了无数的时间 做似乎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买回来之后 我确实满足了一会儿 但是马上又更好的车出来了 可是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呢 汽车就是汽车 车和车之间 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它们的功能 其实就是 把你从家送到公司 然后从公司送回家 地铁 出租车 甚至自行车 都是一样的 之后我特别反省了一阵 下定决心 再也不琢磨买车的事情 太傻说 可是你就算不琢磨买车的事情 你还是会琢磨其他的分离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谈一谈 你最熟悉的领域吧 你做股票投资这么多年 你买过那么多的股票 肯定特别清楚 各种股票的各种分析模式 这个数据 那个拼图 这个方法 那个规律 这些都是在股票与股票之中 寻找区别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有一双智慧的眼镜 能发现规律 并赢得胜利 你做了这么多年投资 真的觉得有差别吗 Jim说 你真的说到了我伤心的地方 这是我的专业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学习 研究各个体系的差异 理论 理解各种理论 各种投资方法 投资结构 金融产品的规律 最后却发现 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 我不仅仅 什么都不懂 其实每一个专家 也都如此 这个领域 实在太太复杂了 不是什么 做期货几十年 就能游刃有余的 往往越资深的投资人士 越清楚的知道 最佳的投资 就是什么都不投资 但是这个 就算你和大家说 其实也没有用 所有人都觉得 投资专家 比一般人肯定懂得多 他们都期待着 给你金子一般的建议 让他们能赚一笔 可是 其实就是专家 越知道自己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太傻说 你知道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这是分离世界的必然 分离 是没有穷尽的 看起来 股票越来越多 投资工具 越来越多 投资理论 越来越多 但是 这些都只是 越来越复杂 和越来越矛盾重重 分离的世界 唯一的结局 就是崩溃 就好像股市 总是隔一段时间 崩溃一次一样 你在分离中 是不可能找到快乐的 就好像 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 当你为一次 投资成功而欣喜的时候 这事实上 也种下了 对下一次亏损的恐慌 你看似在 努力获得更多 更多更好 其实 和人们在 隐私的文化变态心理上 是一样的 投入越多的时候 你陷入的也就越深 而你更深入地 陷入这场悲剧 就变成了必然 更关键的问题 分离不仅仅是 个人生活问题 当大众都陷入一个 分离追逐幻觉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在生活中 制造矛盾和困难 更整体造就了一个 信仰分离 信仰分离 追逐各种好坏 对错的大众思维模式 而那些在这个世界 不断酝酿和积累的 内在的矛盾 国家矛盾 社会矛盾 战争 包括各种自然灾害 都是来自于 每个人 那种觉得 无关紧要的 多一点就好一点的 思维模式 而世界 也是在这种 根本的分离的模式下 走向内在更大的分离 和未来更最终的崩溃 以后我们来谈 世界和社会的 内在动力的时候 我们会更深入地 设计这些问题 而离开这场痛苦的方式 其实很简单 不要再相信大脑病毒 最喜爱的变态的思维方式 放下你的选择 体验那种 合一的快乐和平静 当你不再追逐分离的时候 你将会真正地 体验到内在的平静 谢谢